叶松 李团团 你们的良心让狗给吃了吗 我爸妈把你们当成亲生孙子孙女看待 现在你们有钱了 我听说一天就能赚个几千万 却连一套房子都舍不得给我爸妈 真是两个白眼狼 怪不得人家都说 越有钱的人越抠 我告诉你们 我爸妈朴实善良 不代表我们一家都是傻子 不给房子也行 但我爸妈这些年也不能白帮了你们 拿一千万出来 这人情就算还了 以后我们家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闭嘴 李兰梅终于忍不住了 抬起瘦弱苍老的右手 啪啪啪地扇了下去 不多不少 每人一个耳光 你们 你们还能要点脸吗 李兰梅大口地喘着气 愤怒无比地说道 妈 我让你们闭嘴 我今天告诉你们 对团团和孩子好 那是我们自愿的 从来没想过要他们什么东西 我跟他们有没有关系 那是我们的事 你们管不着 房子你们别想要 钱你们也别想要 都给我滚 滚 团团我们先回去吧 走吧 李团团轻轻点头 神色充满了复杂 他们都清楚 继续留在这里 只会让李兰梅觉得更加丢脸 往哪走 宋云雷陡然站在两人面前 挡住了他们的路 今天要是不把账算清楚了 谁也别想走 此话落下 楼道里面 立刻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 没过多久 秦蒙等人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视线中 夜斗 他们朝夜松开口 看向宋云雷的目光中 则是充满了冰冷 夜松微微点头 旋即身影挺直 面无表情地叮向了宋云雷 马上让开 夜松懒得跟宋云雷他们掰着什么 更没有必要跟他们去解释什么 但他们要是强行拦着夜松不让走 那就要归劣到人身安全的程度 夜松当然不会给他们什么好脸色 而宋云雷他们也不是傻子 自然一眼就能看出来 秦蒙这些都是夜松的保镖之类的 怎么 还打算来硬的吗 行 你们是真的行啊 我爸妈对你老婆那么好 到最后话来的就是一顿毒打是吗 你胡说 那你们叫这么多保镖来干嘛 把你的手指拿开 夜松语气平淡 神色却是阴冷的可怕 宋云雷能明显感受到 来自于夜松身上那种无形的压力 没关系 你们有钱 你们有本事 我们都只是一介平民 玩不过你们 无所谓了 我爸妈对你们的好 就当是为了几个白眼狼 也算是吃一切 长一智了 李兰梅毕竟上了年纪 听宋云雷这么说 尽管愤怒 却是已经完全没办法去呵斥什么 只是捂着胸口 大口喘气 脸色也非常苍白地站在那里 李团团生怕把老两口气出什么病 连忙拉着夜松说道 夜松 我们快走吧 夜松微微点头 朝着楼梯下面走去 在即将下楼的时候 夜松又停下了脚步 回声说道 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的时候 先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想要房子 不是不行 那套房子 我们本来就打算送给李奶奶和宋爷爷 不过原先我还想尽快给他们过户 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 估计就算过户了 你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房子卖掉 把钱分了 而不是让李奶奶和宋爷爷养老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 这套房子我会一直留着 到底要不要给你们 或者什么时候给你们 就看你们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了 说到这里 夜松又看向李兰梅 李奶奶 你和宋爷爷放心就行 我们不会在意他们今天说的这些话 明天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还是回去家园那里住 哪怕真的没有人给你们养老 也还有我跟李团团 李兰梅悲怒交加 也不拒绝了 一个劲的点头 他这几个孩子的本性 现在已经彻底暴露出来 不管以后会不会醒 总之现在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怎么说呢 的确挺悲催的 不过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甚至很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 往往比李兰梅这里还要残酷 夜董 外面来了几个人 没有预约 但他们非要见您 说是只要提李兰梅和宋全这两个名字 您就知道了 夜松眉头一皱 他的脑海里面 立刻浮现出了宋云雷等人的身影 都找到公司来了 我知道了 你让他们进来吧 好的 你们找我有事 这兄妹三人都是有些犹豫 相互对视了几眼 似乎在推脱着 让对方先开口 还是因为房子 如果是因为这个 那就别浪费时间了 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不服 不服就憋回去 你服不服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特么地欠你们的 让你们进入办公室 已经是给你们脸了 别在这里给我找不痛快 这忽然转变的脸色 让宋云雷三人眼皮都是跳动一下 他们依稀记得 昨天的夜松 还是挺好说话的呀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凶了 夜松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是来跟你讲道理的 你们这种人 有什么道理可讲 一个个不是在国外 就是在省外 一年到头不回家一次也就罢了 连爹娘的生日你们都能忘记 我倒是想问问你们了 老两口现在多大年纪了 你们认为他们还能过几个生日 还特么在这里跟我讲道理 你们知道道理这两个字怎么写吗 我们都是文化人 你别动不动就说脏话 文化人 哈哈 你是真的打算把我笑死啊 仗义多是土狗辈 复兴多是读书人 此话在你们身上来说 那还真是一点都不假 夜松 你牙尖嘴利 我们说不过你 今天来找你 不是听你在这里教育我们的 我们对爸妈怎样 也不需要你来支支点点 我就问你 我爸妈当初帮了你们那么多 你真的全部都抛在脑后了 一点回报都不打算给 给李奶奶和宋爷爷的回报 我自然会给 并且正在给的过程中 不过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跟我们有关系 那是我们的爸妈 他们花在你和你老婆身上的钱 以后都是要留给我们的 你说有没有关系 宋云哲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现在好像是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姓业的 你别把这些嗡嗡的手段 我开什么公司 跟我爸妈这件事没有任何联系 能看出来 你很害怕我 他漆黑的瞳孔盯着宋云哲 既然这么怕我 又为什么非要来烫这趟浑水呢 是不是在你的眼里 我夜松随便从指头缝里露一点 都够你花一辈子的了 所以你才宁愿冒着这种危险 也要来我这里搏一搏 胡扯 我还没有下见到那种程度 我只是为我父母觉得不公平而已 哦对 又说到李奶奶和宋爷爷身上了 你们是觉得我顾忌老两口的想法 认为我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所以你们才会舔着脸来这里 废话少说 夜松 我爸妈这件事情上面 你要是不给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那我们就捅到网上去 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 夜松神色一宁 宋云雷三人能明显地感受到 连办公室里的温度 似乎都下降了许多 是我的真面目 还是你们的真面目 你信不信 就凭你这一句话 我就可以把你送进去 你还能指手遮天了不成 是 你的确比我们有钱 但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是只讲究法律的 还得讲究人情 你就算把我送进去又能怎样 别人肯定会以为 你夜松是怕事情败露 所以才会用这种汪脏下贱的手段 来堵住我们的嘴 你有本事真的把我们全部送进去啊 我们才是我爸妈亲生孩子 要是我们都去坐牢了 我爸妈恐怕连个养老的人都没有 你的心不会愧疚 网络舆论都能淹死你了 夜松轻轻地吸了口气 宋云这番话 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夜松不怕所谓的网络舆论 但他担心的是 如果真的把这三个家伙都送进去 那李兰梅和宋全 还不得恨死自己 想到李兰梅和宋全 夜松最终还是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算了 我也懒得跟你们在这里废话 说吧 到底想要多少钱 宋云雷三人心中一喜 宋云立刻说道 取家园那套房子 我们在网上看过了 价值五千多万 这样 我们也不要房子了 你给我们每家两千万就行 至于我爸妈那两千万 他们这么大年纪也花不了 就有我们四个暂时帮他们保管吧 也就是说 每家两千六百点六六六六六六万 这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吧 每家两千六百万 连老两口的钱也要给你们 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 这话你们到底是怎么说出来的呀 一共也就八千万而已 比不上你一天赚的钱 连这点你都不肯给 门就在那里 在我彻底动怒之前 立刻给我滚 我说的这三个的人的名字 工作单位 还有他们老婆孩子的名字 都记住了吧 都记住了叶董 别弄得太狠 先给他们点教训就行 尽量做得隐晦一些 切记不要伤人 我已经想到那里了 在这四个人的工作室里 是 钱就要做得好吗 如果我们一直都记住了 我会认识的